希特勒本可抢先造出原子弹的神秘突击队,驻美军改写历史。 假如希特勒抢先造出了原子弹,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? 这并不是一个毫无根据的假设。 二战前,世界物理学界的中心一直在德国,近代物理学的开拓者爱因斯坦就是一位德国籍犹太人。 1938年,德国科学家最先发现了核裂变现象,并琢磨将其运用在军事领域。 可是1933年,希特勒刚一上台,就颁布多项排油法案。 原子弹爆炸,物理学界因为犹太医科学家中毒,纳粹称其为犹太物理学。 希特勒不仅赶走了爱因斯坦,德国原子弹计划的负责人, 海森奥,也因同情犹太科学家而被逮捕。 与希特勒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总统罗斯福。 早在1939年,他就敏锐地察觉到,德国可能首先造出原子弹。 当年10月,美国成立S11委员会,着手原子弹研究。 两年后曼哈顿计划正式启动,并享有高于一切行动的优先权。 希特勒不过美军当时的想法特别天真,认为只要有元素充足,用20个科学家三个月即可造出原子弹。 然而现实的情况是,纵使有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、费米等大师的加盟,美国仍感觉科学家严重不足。 战争是容不得你准备好了再爆发的。 为此,马歇尔将军成立了一个叫阿尔索斯·欧索斯的突击队,专门为美国捕获科学家。 突击队最初仅由十余位科学家和情报人员组成,但却可以调动一个散兵士,两个装甲师和一个集团军,约12万人的兵力。 爱因斯坦,随着盟军开始反攻欧洲,1944年8月,呼机队员抢先冲进了法国科学家约里奥区里的实验室,考虑到与法国的盟友关系,并未将其送往美国,但从审问中得止,德国的游计划进展十分缓慢,被希特勒调为次级项目。 美军攻克法国重镇斯特拉斯堡时,夫基队又得到一个好消息,德国科学家在撤退时,丢下大批资料,他们又抢先法军接管了资料,除了获得了德国的最新成果外,还获得两个重要的信息。 一,德国至少需要两年才能造出原子弹,二,位于奥兰宁堡的游工厂,未来是苏军占领区。 科学家,苏联一直被美国列为潜在竞争者,美国宁愿炸掉这座工厂,也不能使其陆入苏军之手。 1945年3月,第八航空队出动612架壁标期轰炸机,将奥兰宁堡以为平地,为了掩盖真实目的,美军又轰炸了附近的德军最高统帅部。 后来突击队又第一个冲进汉堡大学,俘获众多科学家,这样美国彻底掌握了德国油计划的所有成果和资源。 在德军战俘的帮助下,德国的反应堆,油矿石和重水等,被突击队一网打尽。 海森堡,1945年5月1日,突击队在慕尼黑的一个偏僻小镇,抓获了海森堡。 在美军眼中,海森堡的价值比符合十个德军装甲是更重要,为此他们调集大量部队,连夜将其转移。 1945年10月,阿尔索斯宣布解散,据外界人士透露,他们至少抓捕了2000多名德国和意大利顶级科学家,其中包括德国火箭之父冯布劳恩。 二战后,美国的原子弹、氢弹、阿波罗计划等等高科技领域取得的成就都是前所未有的,这一切都与美国处心积虑收罗人才,不计前嫌重用人才有关。 之后,德国 kanske是上转积的反复力在同事地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